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很多孩子走了 但是官員一個也沒走 還對 就是說 當台灣的防疫 你剛剛提到台中跟新北 我們台南市一樣啊 本來是說 5月30全部都要到學校打 所以孩子 後來 到一半 改成家長要自行預約嘛 那黃市長就被罵翻了 然後又改回來 還是一樣到學校打 我們今天會去說 因為這樣我來苛責你 黃偉哲市長 你是因為想要投機取巧 苛責你的是這一點 但真正的問題是 台南市有11萬個學生 打了莫德納大概2萬多 那就還有9萬多沒有打 可是我們到27號 你中央才撥補給台南市 5萬4千劑啊 就是說你 疫苗不夠 所以各縣市你撥補不夠 那 市長他當然想不想承擔這個責任 那去預約的話 你預約的到你就可以打 你預約不到 抱歉 可是他不曉得說這樣 當家長你改變了 從學校統一打 到讓我各自去預約的時候 我預約不到的人 因為秒殺嘛 所以秒殺以後 我就開始網路開幹了 那你承受不了這個壓力 你就轉回來 那再到學校打 我問你 所有的小朋友都能打得到嗎 一樣沒有嘛 就是短差3萬劑嘛 所以當我們的指揮中心 是把防疫在為選舉做鋪陳的時候 最可憐最悲哀就是我們台灣這些 小朋友 我們所有台灣的人民 要疫苗沒有疫苗 要快篩沒有要快篩 要吐口水的 都要特定黨家 我現在才知道 不要小看小吃店 啊 小吃店可以做 拿到一億 對啊 你不曉得 現在小吃店都轉行去做 去投標了 當然啦 因為所以我最近 有一個什麼小吃能飲店 要請我當顧問 我二話不說馬上答應 哈哈哈 看以後有沒有機會去投標 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以前 就是說我以前也不會看不起他們 可是現在更尊敬 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我們現在走到街頭巷尾 你知道我們這個孩子 多小 我上個禮拜了 因為我這個節目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碰到 那現在當然看我們的醫療量能怎麼樣 半夜在排隊的時候 大家抱著小朋友 你也發燒 他也發燒 好看到一個醫生出來 看到一個護士出來 拜託 先幫我這個孩子看 他39度半 他40.2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 抱著他的小朋友 他很幸運 為什麼 因為他說 董介兄 我剛好 我帶著耳聞槍 所以那個護士出來的時候 我說拜託你幫我量一下 他沒有說 他就把耳聞槍給他 拜託你幫我量 他一量40.4 就表示 因為大家都喊發燒 我也要先看 他也要先看 那個小朋友就先進去 住了一個晚上 退燒出來 所以我就 那段時間 上個禮拜 我就跟所有身邊 包括我在廣播就講 如果你真的身邊有人 孩子真的 就是 發高燒了 你要去看急診 你就把耳聞槍也帶著 為什麼 真的有效 醫生跟那個 因為你們講都說高燒 你也發燒 你也發燒 他出來看一下 他只是出來關心外面的秩序問題 可是當你請他幫你量一下 你確實40.5 他真的就是把你優先抓進去 帶進去 所以現在 每個人是家裡面有小的 有老的 好 確診才能照顧確診 我那個朋友 打電話來求徒無門 他說能不能幫我安排一下 我去看我父親 他告訴我病危了 你要簽病危 放棄急救 如果你不簽你要放棄急救的同意書 他說他要進去看 他不能讓他進去 我說你病危 你就可以申請進去探視啊 這是疾管中心 就是指揮中心規定的 就是當有病危的時候 醫生認為 告訴你是病危的時候 你可以申請進去探視 這一群人必須是沒有確診的 他這個老爸爸是確診了 確診以後你要申請進來 你必須你個人也確診 你才能進來 確診的可以進來照顧確診的 那你 你不是確診的 所以當我請衛生局長協助的時候 也無可奈何 他說我能不能幫我在最後 我帶一杯高粱 我進去看我爸爸 我跟你講 他爸爸進去的時候 身體很健康 92歲很健康 可是因為確診了 那變成 通知你病危的時候 他沒有 因為他個人沒有確診 不能看見不到 對 所以你要知道 那現在依照我們的這個疾管 傳染病房治法就是 萬一掛了 就是24小時就要 立刻活化 所以你看到我們 每個城市有這麼多這麼悲慘的 事件不斷在發生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他竟然是把整個防疫的工作 這麼重要工作 他在做他的政治鋪陳 他什麼時候要開放 什麼時候要讓這個拋物件往下降 我跟你講都掌控在他的手上 你看你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沒錯 他那時候要出門去選舉 我跟你講他就 他已經規劃好了 設計好了 所以現在只是我讓你 知道說今天幾個 明天幾個 後天幾個 然後你不要 現在慢慢的讓你安心下來 我跟你講很多人是因為這樣 亡死的 如果今天疫苗夠 早知道要開放 如果今天快篩夠 如果今天藥品夠 我們台灣以我們的醫療量能 我們的醫療水平 我們最自豪的在亞洲 我們除了日本以外 大概我們是排在最前線 但是今天竟然崩潰到這種程度 陳時中你一點責任都沒有 你還要犯人 很多孩子走了 你還要犯人 你這樣做什麼 你也剛好就好了 真的 你也剛好就好了 我這麼說 來 兄哥稍等一下 這個我們先請輝文哥好了 來 輝文哥 說這個不清楚 沒錯啦 觀眾朋友這樣問比較快 六都市長防疫最差是誰 黃偉哲 所以但是我的看法 跟你剛才說的 我沒有說得同意 我告訴你 好意指定在新北市議會 被新北市議員質詢 不然呢 我是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 你是好意 我沒有跟你電 我給你電剛好而已 沒錯 你連底你要選舉 我也要選舉 你也好了 你是國民黨的 我是民進黨的 我不在扭電誰啊 盧秀燕也是一樣啊 盧市長在台中 你民進黨 台中市議員 你不打他打誰 你做得好 我罵你 你做不好我也要罵你啊 你做不好我罵你 你做得好我更要罵你 那一定的啊 所以我說六都這個市長 防疫最寒慢的是誰 是台南市長的 說到那裡 我在台北看我看不 你們台南是在創生外國 創生外國 一下子在學校打 一下子在診所打 黃偉哲你也市長不可以做 不要做了啦 你去年那個什麼內容 開放的東西 你到底在當什麼市長 你們台南市議會 這麼多國民黨的議員 你當然是質詢黃偉哲啊 一下子學校打 一下子診所打 你大家莫衷一次啊 觀眾朋友 現在蔡總統 他上禮拜五 五月二十七 又找鄭文燦開火 你看多閒 蔡總統每次開防疫會議 都不會有柯文哲 也不會有侯儀 他都找他喜歡的人來開 他找鄭文燦去開 然後講一講 現在明天開始 六月號開始 明天要開大型接種站 觀眾朋友你知道 他大型接種站怎麼開嗎 很簡單 我要發給新北市政府的疫苗 譬如說他六月三號 本來給他五萬五千劑 那因為我自己要設 大型接種站嘛 我本來要給你五萬五 已經講好了 我只給你兩萬一 你也好了 像我自己要拿來 大型接種站用就對了 對 五萬五變兩萬一 那我問你 那本來在新北市一月了怎麼辦 五萬五剩兩萬一 一半不見了 一半以上不見了 蔡英文防疫 所以柯文哲才罵說 這是白癡的決策 大家都安排好了 像黃偉哲也是一樣 你要你下行 因為 丹政廣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 你要在學校打或在診所打 有利有弊嘛 你在學校打 老師在旁邊 健康師在旁邊你就打嘛 你說家長說 我跟這個家庭醫師比較熟 我要帶我的小朋友去 去我家旁邊的偵索打 那你就去偵索打嘛 你翻來覆棄的時候 就表示說你黃偉哲 你就是無能啊 好不好 所以 你不要再生他了 你的市場做得好嗎 你的市場做得很晚 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得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機會 我也可以讓台南換市長 這個候選人說他只幹一任 四年幹完他就不做了 你給我看看 我就想說 怎麼打開最後一名 為什麼都是 因為我 等會兒我坦白講 我問你現在 因為我的印象中 最後一名 民調最後一名不是都是科批嗎 為什麼打開來看 怎麼變黃偉哲 又是黃偉哲 你台南 我難怪黃偉哲被洗版 不是剛好而已嗎 你一下子學校打 一下子診所打 那登記的人說 我現在我抽單都來不及了 我要反悔說 那我要去診所打 那邊都拿我 我的孩子怎麼辦 所以疫苗 就剛剛講的 疫苗是買太慢 你買太少 那我也幫盧市長講一句公道話 你們覺得疫苗接種有問題 那疫苗是我盧秀燕買的嗎 是啊 是我侯友宜買的嗎 你們蔡總統跟 今天5月31號 蔡總統不是承諾一億機的快篩嗎 在哪裡 到底到貨了沒有嗎 我不知道 國民黨 拜抱歉了小滿 三四九個國民黨立委 到底是你有沒有什麼 我推薦的立委 再跟我連線 另外三四九個國民黨立委 很奇怪 我插一句 很陰 你看 那時候要去選台南市長 也是潑著 本來朱立如是賣他 是要叫陳以信 是高斯波 結果你看現在苗栗多陷 苗栗那個民調領先說我不選 我打死不選 你不要提名我不選 聽說身體有問題 然後旁邊要選 拜託我要選 他不讓他選 我跟你說 兩位兄我抱歉 你們董這樣 輸是剛好而已 人要選的 你不要選 沒有選的 你叫他選 所以我說 他這個新北市 台北市 其實你說基隆 但是我們全國各縣市確診率 因為現在最高的是基隆 對 請問基隆現在是國民黨在執政嗎 基隆國民黨都沒有市議員嗎 林宥昌點點 他們拿中和小弟弟的案子 去電侯友誼 那基隆不是也一個 兩歲的小鳳友誼 走了嗎 你為什麼國民黨都沒動作呢 好不好 龍介兄加油 我講過龍介兄當選台南市長 我發一萬片雞排 好不好 大家都有雞排吃 加油 去吧 去吧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川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